这个研发世界上最强的斯特林发动机究竟有何作用? 为何说它的意义不亚于涡汕15? 这台发动机的吻式对中国潜艇力量的壮大有何帮助? 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中文媒体发文称, 在中国努力开发不同类型高质量发动机的最新亮点的过程中, 中国在制造世界上最强大的斯特林发动机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 由中国传播工业集团公司下属的711研究所研制的 中国首台大口径斯特林发动机的基本原型机 在最近的性能测试中成果显著。 随后,中国传播工业集团公司便在社交平台上发布新闻稿表示, 此次研制的斯特林发动机额定功率为320千瓦, 功率转换效率为40%, 这也成为了目前世界上最强大的斯特林发动机。 在消息发出后,不少人第一时间表达了祝贺, 但很快,关于这台斯特林发动机的消息就消散了。 毕竟,比起航空发动机, 斯特林发动机主要是提供给潜艇用的, 而人们对于潜艇的认识程度明显不如先进的战斗机。 潜艇由于保密需要,技术也是很难公开的, 因此,中国刚攻克的这台发动机真正的意义也被严重低估了。 其意义恐怕不亚于未来给歼20战斗机装备的涡扇15发动机。 从中国自主研制的斯特林发动机位列世界第一, 我们可以看出,中国的科研技术水平在不断进步, 已经有了位居世界前列的实力。 那么,斯特林发动机到底是什么? 又作用于哪一领域呢? 首先,我们要知道,斯特林发动机并不是由中国发明出来的, 而是由一位英国物理学家罗巴特·斯特林于1816年发明的, 所以命名为斯特林发动机。 同时,它还是一名牧师。 中国是在此基础上不断地研发改良。 1816年,这位伦敦牧师提出了一种活塞式热气发动机的构想。 这种活塞式热气发动机是一种外部加热的B式循环发动机, 同时,循环由两个等温过程和两个定容回热过程组成。 斯特林构想的热机由两个气缸和活塞夹, 再加上一个蓄热式回热气组成。 通过气缸内工作的氢气或氮气经过冷却、压缩、吸热、膨胀为一个周期的循环来输出动力。 所以又可以被称为热气机。 斯特林发动机作为一种外燃发动机, 其有效率一般介于汽油机与柴油机之间。 而斯特林发动机作用于哪一领域, 这就要取决于斯特林发动机的优缺点了。 我们先来说说它的优点。 首先,噪音小。 热气机在运行时, 由于小,能够因地质疑增减系统容量, 同时又可以适用于各种能源, 最适合使用的莫过于潜艇了。 潜艇的内部结构可谓是寸土寸金, 需要在有限的空间里放置极其复杂且多样性的一系列设施。 同时,顾名思义,潜艇肯定需要噪音小, 防止被对方勘测。 再加上能源上不做要求, 斯特林发动机用作于潜艇可以说是非常合适了。 斯特林发动机主要应用于AIP潜艇上, 所谓AIP潜艇指的是使用不依赖空气推进剂发动机作为动力的潜艇。 特点是,可以更长时间地潜伏水下, 隐蔽性较普通常规潜艇更优秀, 而潜艇最讲究的是什么?就是隐蔽性。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主要运用领域还是常规潜艇上, 中国有三款潜艇都是用的斯特林发动机, 分别是039A型潜艇、032型潜艇和039B型潜艇。 其中,032型潜艇也是世界上排水量最大的常规动力潜艇, 是试验多种类型导弹以及水下任务, 属于世界一流水平的试验潜艇。 而宋级的039A型潜艇也是中国最新一代国产常规动力攻击潜艇, 宋级潜艇的各项指标都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并且,日本2007年竣工的苍龙级潜艇是日本第一款斯特林发动机的潜艇, 也是日本21世纪以来最新一代的潜艇, 同时还是日本在世界第二次大战后建造潜艇吨位最大的一款。 日本苍龙级潜艇一共搭载了四台斯特林发动机, 但根据相关专业人士分析, 中国此次最新研制出的斯特林发动机, 一台的功率就比日本苍龙级潜艇四台的总功率还高, 技术上远超日本制造, 可见中国此次新研发的斯特林发动机有多强大了。 但是,这也不是说斯特林发动机就只能给常规潜艇用, 这种发动机能同时兼顾常规潜艇和核潜艇, 无论是太阳能还是固体、液体、气体燃料, 只要是热源,斯特林发动机都能够适应。 而这一点也意味着它有与微型核反应堆结合微星系统的可能, 甚至是实现无线续航的可能。 而只要有足够大的功率, 斯特林发动机就能为核潜艇提供更有效的动力转换。 有分析认为, 国产斯特林发动机的重大突破, 同样也意味着未来国产AIP潜艇有其作为基础, 会对现有潜艇造成降位打击, 中国的潜艇也将获得极大突破, 更为下一代常规与核动力核潜艇奠定基础, 因此说它有着不亚于沃山15的意义并不为过。 而目前,中国的潜艇力量也在壮大。 根据此前美国太平洋舰队前情报部部长詹姆斯·法内尔的说法, 到了2030年, 中国的水面舰艇将达到450艘, 而水下的潜艇数量也将增加到110艘, 并且核潜艇的数量也会翻几番, 届时这个在水下便拥有与美国抗衡的能力, 同时这个的潜艇也会成为美国的噩梦, 而要实现这个目标就离不开新技术的突破了。 近年来, 世界能源危机严重, 能源成本普遍上涨, 世界各国都逐渐出现能源短缺的问题, 但随着全球能源与环保的形势日趋严峻, 斯特林发动机由于其具有多种能源的广泛适应性 和优良的环境特性越来越受到重视, 在水下动力、太阳能动力、 空间站动力、热泵空调动力等方面, 得到了广泛的研究与重视。 像现在未来, 被逐渐重视的斯特林发动机会有着更大的研究突破, 而中国已经在这领域成为了世界前列。 中国传播工业集团公司还表示, 斯特林发动机原型机的成功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代表了中国在开发此类发动机上的关键技术和工艺方面 取得了重大突破, 并为未来开发千兆斯特林发动机奠定了基础。 并且,在2021年的中国航展上, 中国就已经公布了搭载国产发动机的歼20隐形战斗机, 同时宣布了中国正在为运20大型运输航空飞机开发测试两款发动机。 这些成就充分证明了中国的科研技术水平正在与实际先进国家缩小差距, 并且,中国的军事及其整体发展也不会受到发动机的阻碍。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